剛剛我們醫療委員會主委特別有講到 以醫學的專業來判斷現在的疫情的走向 有可能到一個月後1126前後 每天的確診數差不多1萬到1萬5千人 其實這對於整個選務上的安排跟量能來講 是絕對不會造成負擔的 現在還不規劃 中選會衛福部你們到底在互批什麼皮球 另外大考中心能為何投開票不能 韓國能為何台灣不能 這些都是我們民眾無法接受跟無法理解的事情 如果疫情指揮中心沒有辦法協助投開票 連人民最基本的權力投開票都沒有辦法協助 都沒有辦法妥善安排調適的話 疫情指揮中心過去已經開設2年都快3年了 你還有存在的必要存在的價值存在的意義嗎 我們再講一次疫情指揮中心如果連投開票 人民基本權利都沒有辦法協助保障規劃安排的話 你還有存在的必要跟權利嗎 也因此今天中國國民黨很負責任的召開這場記者會 並且提出三點 要求衛福部中選會說清楚 第一放寬確診管制什麼時候會公佈 你的確診管制或是相關的確診投票指引何時能公佈 你看的是醫學的數據還是要看民進黨的選情變化 很多人都在懷疑為什麼不讓確診者或是有相關的指引 是不是民進黨有選務上的考量 民進黨的民調好了就會放寬了 還是民進黨的民調差了就會緊縮了 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問的是最晚什麼時候公佈 要看的是數學的醫學的數據還是民進黨的選情變化 衛福部中選會不能逃避請直求對決 第二不規劃確診投票才有可能造成黑術不通報不是嗎 剛剛辛華也特別提到了很多人可能為了要投票 到最後他寧願有點小不舒服 他也可能不去快篩不去PCR直接先去投票所投完票再說 這樣子才有可能造成黑術不通報 以為把頭埋進土裡就沒有黑術嗎 要當鴕鳥多久 衛福部中選會不要再當鴕鳥了 以及第三 美國人日本人韓國人民進黨主政不能 台灣真的有比其他國家差嗎 我們好想贏韓國過去在棒球比賽上常常聽到 現在韓國3月9號大選就能夠規劃 確診者也能執行人民的權益來投票 韓國人台灣為何不能 日本人台灣為何不能 美國人台灣為何不能 請民進黨政府好好的說清楚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我來上網代購